摻了香金 OK 被認為只是廣告不實而已 並沒有涉及到其他的不法 被罰 罰金也只罰了十幾萬而已 但是呢 當時雖然吃到香金麵包 是不傷害你的健康 可是後續如果說這個股價 發生這麼大的這種所謂 內線交易的相關案件的話 卻可能會傷到投資人的荷包 我們就兩個層面來看 法令上 還有商家的道德上 是不是到底該怎麼樣的負責 有哪些規範 OK 香金添加 造成這個不實 其實是有法律可以辦的 那台北地檢署目前同一個案子 他有在另一彎正辦詐欺的部分 因為你標榜的是天然 無效 無人工香金 可是你卻參加了人工效果 那這部分吸引消費者上門來買 就構成詐欺 那之前已經約談過了 前董事長莊明宏 所以這一個部分是構成詐欺罪 那小S的代言廣告 會不會牽涉到詐欺 這一部分檢方還在了解 之前檢方已經有去調他 代言廣告的那個影像來看 對 那這個問題 關鍵在於 詐欺的關鍵在於 小S知不知情 他知不知道這個廣告 是 這個香金是有天下香金的 廣告是不實的 對